当小羊哥嘴里藏水 调戏大羊哥 那手机不进去 谁 哎呦呗 谁 你看这边 哎呦 干啥呀 我妈干什么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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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呢 那个是 嘴巴里面搞的 有一些东西 再搞我又催你了 这是他嘴巴里面有水搞的 不要到门看 我跟你说我生气起来谁都害怕 是不是不可能每次都搞你 哎来来 前面学我啊 有时候就是 前面坐在这 坐在 你这样看见你了 哎呀发型搞得好好的 非要除了满点头是 我要生气 我跟你说我生气起来 谁都害 我害怕生气的喽 说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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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播二十三分钟 你们干嘛看你这样呀 你在搞什么 天润的镜头是风沙 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 风里响 星云也何无故障 快马在江湖在江湖在江湖里厮杀 无非允许命的离放不下 心中有江湖在江湖在江湖在江湖里厮杀 人无灵水灵风扫我却只为你遮阳 过方村也敲寻 寻世外孤岛 远离人间 陈销 留许飘距自尽手 逍遥 好 黄茜先生 兄弟们说我们去杭州 就可能后面往杭州跑了不是的 在外面媒体乱写 他们怎么写的有人让他怎么 他们才不管呢 杭州分公司就是整合资源 资源能整合到我们合肥 税收必须留在安徽 那不肯定吗 背后有资本吗有啥资本 大哥呀 没资本 我们也不需要 就咱们三 加上一堆兄弟 就是我们很多的负责人都是我们 一起经历过很多 走过很多年的把我朋友先打开我兄弟看看啊 小兄看看我们三只羊刚创立的时候 二十几个二三十个 但是就这么点 资本不就你们吗 还问吗 大洋哥带你看看三只羊的悬瓶 有多严格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种选品的 这倒没事 这边都是选品的商务 做的全人 每一个人负责有自己的类目 比如说你家居类目 食品类目 然后我们线上有一些商家 从线上进入我们公司 提交一些 你该提交的东西 他们来看 看你的东西 可以呢 就可以和你建议联系 联系好了之后 可以 可以回到我们公司来 然后面对面谈 你看现在就有人在面对面谈了 把你的产品往那一放 我们公司的商务就会给你面谈 谈好了 谈价格 如果价格呢 他们要来 我就要上了 商务负责就是 去选这些东西 就是看你适不适合 我们去 推荐给大家 该推荐的 有很多的里面啊 好频率 售后做的怎么样 售后有没有出过问题 各种各样啊 这个太多了 所以我们刷品刷很快的 不行直接刷掉了 让父母过到累 不再那么累了 马云一样最先不敢去 哎 不是这么说了兄弟 我们现在更想去 好好做事 我以前其实我们刚出 从大学出来的时候其实 目的还是很简单的 对吧 就想好先做个一年 然后让父母就别干活了 然后我们就真做一年 就把妈妈妈接过来了 然后做了第2年之后 我就把我爸接来了 我就说你们不要再干活了 孩子们养你们 爸妈妈接过来之后呢 整个一年多吧 就又开始结束了抖音嘛 依然去拍搞二段的 宝跳的视频他肯定也要有更新呀 也要这么多的创新 对不对 然后就拍了一些家里喜剧嘛 就这么走过来了 其实我们当时也其实很简单的 就想孝敬父母 让父母不到累 不再那么累了 小杨哥直播间画虾 画完直呼没画好 不会画 以前我弟会画虾也会画马 不是那马特别好 现在虾都不会画 不是他要求我怎么还不会画 这么虾嘛 那来这看 来这看啊 哇 啊 你这还不会画 对呀 你这画的还不够行吗 已经去了吗 可以 这可以了 聊聊机会 就画了这就震动 对呀 我觉得很好了 不行 兄弟们 可以 我感觉够了 这我的梦想 你这是什么 那个我能上那个 福布斯富豪榜 开开玩笑玩一玩嘛 我们小杨真权 我们去年的 10月份才做的 做了一个月 就是 福布斯 新锐品牌榜 一个月上榜 刚才有人说不信 刚才说我说我骗人 你看啊 上榜了 2022年 福布斯 中国新锐品牌 泡布100 贫选 家居生活 小杨真权 小杨真权 兄弟们啊 感谢兄弟们 也是你们支持 给你们支持 咱们也上门上去 这个闲眼包 到底是谁家老板啊 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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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句话说得好 人靠衣装马靠安 你看我以前 没来三指洋的时候 我爱的马 天天一个废机穿的 我都无语 后面来了又发现 帅了 这才是重点啊 来到三指洋以后 有这么多样品 啊 都不用花钱 天天穿 我告诉你 我现在纯身上下 全都是公司的 项链 公司的 公司的 这个是真伪身的裤子 对 这个内裤 小杨真权的 鞋子 红下颗 一支鱼的房租袜 一套全公司的 当大洋哥突然开始自己的二胎计划 明年什么年 龙年 我要明年生个小孩 生个龙堡 小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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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王 小人 小龙女 小龙女 龙王 生了什么 龙袋 龙袋 我去给家家班 小龙 哎 给我开心 好 我以后给他学习的龙东墙 小白龙 大洋哥在小洋哥面前炫耀自己的女儿 结果被小洋哥的一句话直接整破房了 他就准备要一个女儿 当你那个女儿 还这么多钱 你就这么说死了 不要讲这个问题呀 这么多的 money 都给人家 我以后会说 我带了我女儿游三玩水 我让她忘记 哦 她说亲家 是她的儿子 跟您的女儿 现在时间还早了 你讲这个问题 我相信就是不想的女儿 你干 这肯定自私了 你这多好呀 小鸣 多好呀 多好呀 等你女儿到哪儿了 我里妈来几十辆车接他 嗯 为什么 结婚了 那多气呗 你得有两个家 你又可以学你学家 就学家在你自己家 你像我儿子 我一直要跟他们讲 一直准备他花吧 对 我想了我来起 还满车 准备一段房 带来两个媳妇 你生孙女跟孙子 要生四到六 孙子娃也怎么办 我以后 当了爷爷 我那时候不是没儿子 老板爷 你在老板公 那就行了 我想跟你聊不来 挺高兴的 所以以后不要再 我以后炫耀你哦 知道了 天明明 嗯 爷 爷 还在那里自拍 还行说啊 嗯 没有 都几点了 赶紧吃播去 哈哈哈哈 要猛 啊 谢谢大家